好的 歡迎回來 月視界喔 台風雖然說沒有進入台灣 那聽說之後大概下個禮拜一或二三之類的會引起一些西南氣流 那特別是在南部的部分 可能要特別注意會有那個好雨喔 所以說請大家如果說是在南部的中南部的朋友如果說上班的話呢 特別注意一下下雨的 然後騎摩托不要騎太快 或是開車避免打滑然後造成一些車禍跟危險 好那我們今天進入我們的那個 新色調 群俠鑽之鐵血單親突然間卡卡 不好意思 今天呢 其實是想要把我們小龍女給升起來啊 那小龍女目前的話呢 差兩百 兩百 個那個魂就可以升到化六的部分 那我們來試試 後過這個市集的部分啊把我們小龍女呢 的那個魂給買好買滿 那其實月事件呢 針對這個 是之後想要買這個啦 陰陽造化單 等我的楊過跟小龍女買好買滿之後呢 都升到化六之後呢 你就 會買 其實應該是先買因為這個每週都有限定 但我覺得 而月事件是個無課玩家 那我也不是很著急的要 玩得怎麼樣 那目前也是專注在三個遊戲啊 就神魔 三國四 然後這個遊戲 以及 目前還在玩那個 二字鬼 那不曉得還有其他玩家都在玩什麼 那個 遊戲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月事件知道 如果說覺得還不錯玩呢 月事件也會 試著去玩玩看這樣子 那等一下來講一下這個 密集的部分好 我們先把這個 小龍女給換好換滿 先把 這個 兩百的話 我們 一起 這樣一百 然後 好我們把它換好 其實可以直接換到 換到 換到 好 然後我們小龍就可以升級囉 來到化六了 那化六呢 戰力來到844萬左右 那 這樣子我們看一下 這樣子的化六的小龍 他的 他要分誰才能傳攻 看一下 傳攻部分的話 喔他是黃山女 所以之後應該會練黃山女 當然有玩家之前建議世界不要練黃山女 但是我 後期應該會練一隻黃山女的試試看 我覺得 當然可能有些人有玩啊 那我沒有玩過 不知道他好不好 那之後我玩過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 身上化六的那個小龍 現在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的專武 幾乎都滿 幾乎都滿 那只有 加血量部分沒有刻意的去加 我覺得之後也會加到滿 等這個 夠了之後 但其實小龍女應該不會站前面 會站在後盤 所以說就盡量的 回去給小龍 加血量部分 之後會陸續慢慢點滿 那剛剛的話 其實有在這個 拍賣行這裡買到這個天外雲體 喔 那個 歐陽風風也買到 天外雲體好像是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他是必須來到化六 欸點錯了 化六的部分才能去做 專武的生服的動作 欸不是欸為什麼 為什麼要小龍 怎麼他就可以生服了 這什麼意思 還是金麥要開了 金麥要開才可看一下 還是金麥要開 那小龍女來看一下 小龍女的話如果選擇 他要分成氣海跟氣靈部分 那 要看你自己喜歡 走哪個路線 小龍女目前這個的話是 治療驅散跟 治療友方能讓友方不受負面 負面效果 也就是走一個輔助型的角色 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呢 是走一個輸出型的角色 那其實對於 假設你是要玩那個所謂的 呃 那個 獻祭流的話 不是以小龍女為輸出的 角色狀態的話呢 我會建議玩家 走氣海路線 那如果說之後你想 走一個小龍女輸出 的路線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角色 就會比較好 他會 持續給對方造成內傷 部分 那走的 是一個 內傷流的路線 那你可能 組隊伍就不是走 獻祭流的角色 你可能要特別針對他 比方說搭配 武器啦 搭配那個 黃曜師啊 那些 幾個專門在輸出內傷的 內傷輸出 傷害的角色 來去做一個搭配 然後把一個輸出 達到一個 極致的狀態 出來 那 因為 金脈其實是可以 去做重複的動作 那他會 會返回 但金脈受阻就必須要 一段時間才能做重複 那你可以選擇 順念跟逆念 那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其實 這要很後期 才能去慢慢玩 我覺得 如果說 輔助型角色你就選他 如果說是輸出型角色 你就選他 那浴室界應該 暫時的先把他當成輸出型的角色好了 把他當輸出型的角色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 然後 我們選擇 如果說是 輸出型的角色的話 你可以看到應該要選擇 抗暴 攻擊 破格 暴擊 這個是輸出型的角色 那如果說是 像是那種 輔助型的角色 有點像輔助型的角色 他要加了閃避 加了血量 攻擊 抗暴 那 我覺得說 我就要練那個 輸出型角色 我會使用 順念的部分 順念的部分 那順念的部分的話呢 他是寫說 圓滿之後呢 有20%的機會降低對方的攻擊 速度的部分 我覺得這降速也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驅散的部分 他還是這樣選擇 诶 怎麼不能走 這是歷練 這是順念 所以說 順念 不好意思喔 順念的話呢 你有20%的機會降低對方攻擊 那如果是你 歷練回來的話呢 有一到三成會有正義效果出來 那我們 一開始就是選擇 順念 所以就順念就好了 那順念的話 他還是要使用覺醒單 所以 覺醒石 不好意思 覺醒石這樣也是很缺 這樣子 也是很恐怖 這個也是個大坑 我覺得 這個沒有辦法 很早就 就把他練習 所以說 剛才講的那個 你可以先把 那個 所謂的 小龍女跟 楊過 在那個4級那裡 矮革密集那裡 把他先把 靈魂石給買好買買會比較好 然後 後面再慢慢的去買這個 因為他要搭配覺醒石 所以說 靈魂石也是一塊 非常大的坑 如果說要練到很強的話 要練到很強的話 欸也是沒有辦法生平啊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沒有特別解釋耶 五行精通 我也是要化六就可以 結果不是化六耶 我小龍也來到化六啊 為什麼 我只管過兒的血 別人的血 啊我知道 SORRY 應該是要把那個 呃 這個所謂的 你的專武給練滿 之後 滿心之後 應該才會有一個生平 滿心之後應該才會有一個生平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這樣子 呃 小招 對那沒錯 就是你的 那個專武只要滿心之後就可以做生平的動作 那我覺得 暫時我不會去做生平 我主力還是要放在之後要練的神話角色 也就是說 小龍女然後楊過之後會搭配 然後再加上黃三女跟這個周伯通的部分 來去把 整體的輸出往上做提升的動作 那其實小 呃 慢慢在練 那我覺得等楊過好了之後我下一隻應該就是無忌 然後無忌之後呢 再去轉成周伯通好了 那我的整個 整個 補也好 然後輸出也好都有 那 小招可以 其實小招真的可以撐很久 我們找 就找個時間點來去 跟大家做分享其他的有關於角色要練的部分好了 那 這樣的話呢 難怪那時候排賣沒有那麼多人去 買那個天外飲食 其實 升星來說的話也不簡單 其實如果說前期沒有人買的話你可以先把它買起來 反正 能增加我們那個數值的都拿來用 我覺得都還好 像我 時裝部分也是把它買好買一買 買好買一買 我這個 這個角色也是買的 然後這兩隻就沒辦法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挑戰一下好了 看一下 這樣的那個 小龍女升到六星 化六之後呢 能 有沒有辦法有沒有機會可以再往前做提升 那我們丟 這隻下來 然後 楊過 那小龍女應該要在 阿茲錢 來做破甲 做個往上提升 那我覺得 綠二的輸出好像比我們的眉超風要高一點 那應該是因為專武有 把他做提升的動作 我們用八卦陣來試試看好了 確定 然後 看一下打這個 薩瑪迪克 然後他的戰力是449萬 然後我跟他差了大概200個萬左右 好我們來試試看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到時候我還可以是把那個楊過啊 再往上做提升 因為那個楊過差50個碎片就可以 再往 化境4度做提升 速度太慢 速度可以加2 看到其實楊過的化境 太低了 所以一開始速度的話 傷害是蠻高的 被打的蠻痛的 然後他有免疫傷害的部分 可以去做坦動作 哇其實控場控的不是很好 羽網就沒有 發揮很大的效果 陳旋風 但是陳旋風不搭配楊過小龍魚 其實 無法走一個比較高的限制流 流的部分 實話其實黃龍還蠻會實話 而且黃龍又可以真攻 實話 應該可以殺掉他的周子洛吧 還是不行 這小龍的輸出其實沒有說到很強 我覺得 哇楊過死了 復活 這個就是限制流的部分 但是限制流沒有 小限制流的部分 但是我們有主要的角色 比方說像是陳旋風 黃三女或者是說 比較像大克的那個 林曹英的部分 哇 死了 催心掌 喔他其實是走蠻控制流的部分 有 有那個 陳旋風也可以控場 然後石化對方 然後跟 黃 黃龍的部分 哇 我們輸了 看一下 這個是放 這個 明曹風比較好 為什麼 我的 子弱打他的子弱不太痛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的子弱 戰力是來到了 910 我子弱好像800多萬而已 然後初始怒氣 怒氣是50 然後 上升 這個都是滿動作 然後他是選擇 他的攻擊力有 14萬多 我個子 100千萬 14萬 我的 子弱是多少 我可以在這裡看完我自己 看一下 我可以在這裡看到子弱的狀況嗎 不行 不能看子弱狀況 恩 我的子弱 戰力是900萬 那14萬 其實跟他差不多耶 但是我的 我的那個 金脈 是用這個 順煉的部分 但其實子弱專武其實都滿 然後可以升平 可是這加血量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之後還要那個 子弱應該就會漸漸的退下來 不會要很 很長一段時間 不行耶那我們換上那個眉朝風來做控場看看 然後看這樣會不會贏 恩 好 我們換一下 總是可以換個方法 換掉這個 然後眉朝風上 來做個控場動作 然後我們 其實這個是對劍 劍跟 計跟器 然後速度的話看起來的話 我們的眉朝風是第1 然後小龍女第2 所以說其實小龍女在哪裡都可以 喔 這樣子試試看 再試一次 恩 這樣子 然後這個換上眉朝風 來做測試看一下 小 小龍女家楊過這樣的整個 狀態到底好不好 清風流水 我蠻喜歡這個女生 時裝算蠻好的 喔 哇免疫耶 所以其實這個那個五角上面呢要洗出好的素質 也會很關乎到後期的那個發展 但是越世界沒有很專注我都洗兩條比較好的就好了 喔唷 等打孔使用到差不多的時候再數 之後就開始跳五角 喔這個楊過世很慢耶 為什麼都放技能 我怕速度都感覺到比我快 我的速度比較慢一點 我怕速度都感覺到比我快 我的速度比較慢一點 九一白鼓掌 石化了中了中了 洩他怒氣 洩子洛怒氣 哇還沒洩完 哇差點幹掉他子洛 好可惜呀 不要石化拜託 哇 他好會石化喔 他的陳旋風是不是控制 控制的那個五角弄得很高啊 控制的發速弄得很高 好可惜喔還來不及出百花掌楊過就死了 超傻眼 會不會死了又死了 不過還好楊過不是死在子洛之下 因為死在子洛之下又會被扣 他子洛又要補血了 其實那個 天竹生真的很強耶 天竹生搭配這個小招 補得很多 因為天竹生又會急暈對方喔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攻擊 補得好多喔小龍直接把氣 把血補滿了 小龍一直被暈好煩喔 很討厭天竹生耶 不然等一下帶他天竹生試試看好了 很煩 哇又被免疫了 楊過又站起來了 不要被周子洛打死 周子洛要回血了 趕快直落出手 哇 直落出手了 直落出手了 好討厭喔 其實我覺得我會說是因為 直落一直吃到小龍女的 楊過的那個死掉然後 一直回血我前面前半段一直打不痛 打不過去啊 不然還有個方法 我們來測試一下 不要擺楊過因為楊過現在 贏了喔 劍拐了怎麼贏了 這怎麼贏的 我們再看一下喔再看一下 這怎麼贏的 怎麼贏 我以為輸了呢 這個可以快轉嗎 好煩喔 所以這樣我的 步法是對 我覺得 所以練 練小龍 小龍過 想講小龍過 小龍女加上養過 其實是一個 托死對方的戰術耶 我覺得不錯耶 他自己怎麼贏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輸了輸喔 結果還贏了 其實紫若還是可以撐到很後期 對於武克玩家來說的話呢 紫若撐上戰力應該 弱到 五六千萬都可以 五六千萬應該都可以 慢慢換就好 我覺得慢慢的把裡面角色轉成神話角色 而且其實看這樣表現來說的話呢 陳旋風的崔心掌 實化的那個 那個機率其實也蠻高的 所以陳旋風搭配這個 小限制流了 除了 除了限制流之外還可以做一個小控場的部分 都是個不錯的那個 輸出喔 跟防禦的部分 護盾真的很煩 小龍 那個對方的小招再加上那個 天竺爭有護盾 然後 黃龍又可以增攻 是一個非常棘手的角色 今天對方如果 神話角色多一點 其實可以看得到對方 都沒有半隻神話角色 這靈子喔 都是在傳奇 繁奇跟那個 死屍的部分而已 應該都是傳奇 沒有死屍 說錯了 不知不覺他紫若快 快乾了 血快乾了 人道就是這樣子贏了嗎 火星掌 冰死他 愛南修武藏 冰凍冰凍了 終於冰凍了 哇他植物又回血了 討厭 百花角 其實我現在那個小招有去準備帶那個漫天 補絕部分 然後這樣暴擊補起來補起來說其實還真的蠻不錯的 沒超風的那個控場沒有 不是說很好就只有控到陳軍風而已 那感覺會輸啊怎麼會贏呢 夢有必要到這 小龍過了 不是又小龍過了 楊過的那個 無限復活真的是 很賤 好玩真的好玩我覺得那個無限復活流 很噁心 擋一下就死了怎麼這樣子 我因為 耗血沒有耗得很嚴重 小龍站在後盤然後再加上 那個小招回血回得蠻多的啦 哇又被控場了 他的周子又快死了喔周子又快死了 又被死化 哇子洛又回血了 他到底是怎麼殺死子洛的啦 真是有夠哭惡的呢 他脫了幾回合已經十五 已經十回合了 還是因為沒有輸沒有贏所以我們贏了 見鬼了是這樣子嗎 打不贏他然後我們沒有死就贏了嗎 應該不至於這樣子吧 其實我真的覺得裡面還是要搭配一隻武器 為什麼因為武器可以清空對方的怒氣喔 搭配小龍武器去降低對方怒氣是非常重要的 妙左恩卿 小龍元血要補滿了 又回滿你看爆擊回血補桃多補了十萬多 直化他剛好你看所以這個時候 有爆擊嗎沒有 這到底是怎麼贏的12回合了呢 灌不穿啊 喔有被禁了 又被石化了 這樣怎麼會贏 欸其實我們不是打贏他是破贏他是不是 這個系統好怪喔 屁股啊這樣怎麼贏 不會贏啊 原來可以磨死他是不是 這樣贏有點卑鄙耶 這樣我就不好意思了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平的實力殺掉對方的 那我很喜歡小招的這個 禮服裝喔 很好看 勝負一份 這樣子哪叫贏啊 這根本就不叫贏好不好 好我們再把楊過升上去好了 可惡我覺得這樣不行 我們來看看 市集這裡 因為還差50個碎片就可以把楊過升好升滿 那我們再買50個好了 不能啦 沒有沒有了 那我們在這裡買好了 50蜜藏 然後這裡 他這個要一個一個買比較麻煩 這個是平時有存起來你知道嗎 就可以硬生 唉唷點錯了多點一個 可惡 這個要打一下 最近這個 很缺 我們打 楊過 3到 化2 化6 不錯 化4好了 一直卡卡 這樣就有治療跟增傷的部分可以堆疊到7層 好我們看一下這樣子的話楊過戰力來到740萬 那這樣的話 欸那個可以再打 化2 磚5還差啦還差差很多 這可能5學生 那我還要 那我還要 再做一次挑戰好了 那我覺得剛剛那個 那個 那個比起來感覺就 不是很愉快 可是這個 差太多戰力了 差了 好幾百萬 吃吃吃看我不曉得 會不會是直接被秒殺啊 喔他是毒隊然後 前面有 中 吃吃看不懂 天圖神其實是一隻很硬的 武士喔 那其實那個楊過的五旋裡面還是要多放一點擋格會比較好 開始毒了開始毒了 開始毒就比較麻煩 要趕快貫穿他的那個前面那幾隻 不然的話很容易就被毒死了 居然沒有冰到他的蛤蠟弓 好討厭 過家 快點 紫若上藏 收他的前復生 哇收不到 一半的血量 這樣會輸耶這樣會輸 快點補血快點補血 快快快乾了 快乾了 快被毒死了 好毒啊好痛啊 哇死了 哇會死會死真的會死 死了死了 勝利差太多了啦 沒辦法 他可不可以跟 直接單 單獨跟B&B5 因為勝利之後好像沒辦法去做 直接直接打 因為他直接勝利然後就看不出來到底是怎麼勝 這樣就沒有一一可疑 好像又不能直接跟人家做PK是不是 看一下好友 可以跟好友做PK嗎 我們戰力是4000多萬 逆風應該是打不贏的 離風我也打不贏 我要沒有 啊 我覺得這裡的PK好難用 就是 拼了 順暢 逆先生的6000萬我打不贏 沒有辦法做一個測試 TEP 4000萬 我4200萬去打那4000萬就不好意思 恩 恩 好我覺得 大概就會 到這裡因為 打不上去了 然後 剛才那個贏也不是 也不是震驚的贏我覺得不太好 欸這個可以直接打 我不能跟他切磋 方圓哥 這裡可以看到對方的那個俠特訊息 然後 他的那個 整個 整個角色的 放置 可以看出來他其實也有在練無技 那為什麼無技已經 化 12345 5顆 化5了不上去好奇怪 不能不能直接PK好想PK喔 如果可以直接切磋不知道該有多好 他這個切磋怎麼那麼麻煩 不能直接切磋就沒有利益可以 就是點了也沒有用 好以上是月事件 暫時的這個所謂的 呃角色的 布置的部分 然後楊過也來到了 化2 欸不錯 化4了 他大概差600的那個 碎片就可以來到化6 那 補學部分呢 其實是應該不要用免控 但是我覺得我是先洗個兩個好的 然後再去慢慢的 慢慢的洗出來 我覺得要洗到好的也不簡單 這個也是個大坑 這個也是個大坑 那 其實在於 在這個所謂的 新色調尋俠傳裡面呢 有很多東西是慢慢需要去做的 比方說你很特別注意像是 修煉是一定要修煉的 身體的部分不用說 然後技能部分也要點 羈絆 出來還是要點 所以這幾個都會影響到整個 俠客的部分 甚至來到磚骨部分 你必須把一些 樹脂給點好點點 那其實會很缺這些 材料部分 後期好像比較不缺錢 後期 不知道 其他玩家不知道 現在又世界就 錢一堆 我要考慮要把莊園給換掉 砸掉你知道嗎 把它改成 農田多一點 因為現在農田就 農田就很 就很 就很 產出量 就 變成說 銅錢很多 然後農田很少 那 另外的話 武學就不用講了 武學就是要 把它練成一套之後 那你可以各自看他 推薦的武學是什麼 然後來去裝 去裝上去 那其實越世界 一開始設想 是把我們的 子落當成坦 去用 其實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 不過 因為那個已經不能試了 我想要試試看 我們用這個 哇 戰力差太多了 差了將近700萬根本就不可能會贏 這個400萬也不用吃了 假設子落放前面好 子落放前面 然後我們小龍女 這裡 然後我們好 然後搭配這個 所謂的龍眼虎孝陣 然後測試一下 假設今天是子落站前面 看 會不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子落站前面呢 我想說是不是被打 會不會有怒氣增加 我也不清楚 那如果站在前面的話 因為子落可以幹到對方的話 他可以做回血動作 所以 我把子落放前面 也是這個原因 他還攻擊別人可以做吸血動作 算不錯 重點真的很痛 然後打天圖跟又被擊陰 沒辦法 這敵不了 看都知道 冒刀 不能這樣玩 那我覺得 最麻煩的是這個巔峰對決 要打很久 因為目標是要來到段位的 1750分 然後到這個最後的時刻 大概6日會最掙扎 6日會最掙扎 然後整個 戰力要往上輸出的話 還有傳攻部分 這個也是很能練的 來到 畫6之後呢 就是求上彩 那上彩會 各自 針對需要的那個神話角色 來去幫 他做 上彩的動作 秘籍的話呢 這個就要看 個人的那個 算是課金的程度 或者是說你 儲存 儲存那個秘籍 秘籍 然後去做敗 那現在其實敗賭的出來了 進入就是現在敗賭的那個出來的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玩家 其實有玩家建議月世界可以 存200就好 存200就好 直接 其實200的話 這裡就40 所以說其實就剩下 160 下一次160就可以 再拿好拿滿 這個獎勵的部分 所以說其實200也是個好選項 不見的一定要拚這300 300是為了一定要清攻的部分 要猶榕樹部分 那猶榕樹這裡會有特別指定 那如果說前期的話 你主力角色都有 拿到猶榕樹的話呢 就還好 那你就可以選擇 到200 那月世界目前戰史的話還沒有那麼多猶榕樹 所以我 我還是會有可能 還是會 看 如果說今天的這個 三隻 裡面的三隻角色都 柚子角色都不是月世界想要的話呢 我覺得就可以拖200就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 裡面有剛好 比方說是無忌我需要練的 那我就可能會 衝到300去拿無忌的這個所謂的猶榕樹的部分 那你有可能也會因為敗賭中間過程中 意外的拿到 那多的就 就就就這樣子吧 我也不知道多要怎麼辦呢 不知道能換了其他東西 好啦那以上是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 目前月世界 把小龍女身上劃進6的 感受 我覺得 還是可以用 因為這個 所謂的那個 無限復活流的話呢 他還是 蠻吃香的啦 蠻吃香蠻好用的 他其實可以 幫你把整個那個 拖的那個速度往上做提升 然後拉到底就對了 你就可以比較像是 因為 中間 少了一隻 主力輸出了 那 無限復活流的話就變成說 獻祭流就比較沒有像是 沒有主力輸出的角色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顯眼 但現在來說的話呢 就等吧 我覺得就只能等 等無忌上來 等皇商女上來之後再換 多博通 那 整個 隊伍就算是成型了 就算成型就整個神話角色已經算是完整完善 那當初平時本來是想要走控 控場流 的階段 但是後來發現好像 好像不是那麼好用 不是那麼好用 所以就慢慢的放棄了鍋香的部分 就來到華山就停下來 就停下來 那後來又開始 思考其他路線 那我覺得其實 各位玩那個射雕群俠傳要有個心態就是說 他有很多流派可以玩 他有很多方式可以玩 包括說你可以用 那個歐陽風走的毒流 毒流隊的路線 那毒又可能分成 其他毒的部分 那有人走暴擊 有人走其他 部分 守城然後慢慢毒死對方的那個 路線都有 那甚至說有人 克金的隊長可能去走那個 所謂的劍隊部分走暴擊 然後可能輸出傷害 在首波回合就直接殺死對方 也有 那有人可能選擇 現在其實又出了一隻張山峰之後 大家可以 針對內外攻的部分又有 新的選擇 其實 我覺得 他遊戲還是有去考慮到整個 部分的流派可能哪些比較失衡 他就開始慢慢去補 補部分流派 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覺得他還是算是一個蠻有 用心在經營遊戲的感覺啦 當然說很多人都退坑了 但是我覺得 他是有 他遊戲存在的價值跟有的趣味 趣味在於說你 組成不同的那個流派 去跟別人做互打的時候 贏或輸 然後你可以去檢討一下裡面的一些 為什麼會輸為什麼會贏 那其實剛才對上那個薩滿 因為 主力輸出 我的主力輸出不夠 然後導致我 一直打不傳達前面然後對方又有控場 的角色出來 所以說有時候你 塞免控也真的重要 那其實 在免控部分的話呢也可以在 這個武學這裡 然後他有的套裝是這個所謂的騎門無轉 然後騎門無轉的話 他會 他會有免傷跟那個 內外傷跟中毒的部分 這個就可以拿去對付 所謂的一開始的 中毒的 毒隊的部分 那如果說對上外傷或內傷隊的話也是有效 也是有效 所以這個是 對付控場的部分會比較有效 那如果說你 你是走 劍隊的話當然是天羅帝王 然後有人會使用 漫天花雨因為可以造成暴擊後的那個輸出的真實 傷害出來 那魂天公勢必是走一個比較像是保守的路線 你可能是毒隊 你可能要用魔的部分 魂天公就是一個很好的使用的一個 呃 武學的東西 那 風雷 風雷的話呢 則是走 內傷輸出傷害的那個角色 比方說像是剛才講的那個 小龍女啦 黃藥師啦 然後那幾隻 酸門做內傷輸出的感覺 那現在也有上三方出來 還可以當肉盾使用 那迅雷的話是增加攻擊使用 可以 用在補師上面 因為補師的話攻擊高一點的話 回復的奶量就高一點 但是也有人說 其實可以用漫天花雨 因為漫天花雨 可以暴擊回血 也可以暴擊回血 很多東西是 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跟不同的搭配跟不同的玩法 然後你必須在裏面找到適合你的玩法 或者是說 克制對方的玩法 來去讓自己做獲勝的動作 慢慢去思考 慢慢去瞭解 慢慢去體會這個遊戲 它都會是個很長期的 時間點 需要去花費 好啦 以上是御世界想跟他多分享 不小 不知 不覺 又講 多講了好多喔 好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影片不錯的話呢 歡迎在右下方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遞手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